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着许多人的面送家敬品给家父 指明是给我做嫁妆 我都不敢想 家父当时是何等羞辱 你别看着我 我不想和他打交道 更不会去替你向他求情 也不会去说服他 让他娶你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多了 一腔痴情 凑复五年 已经够了 女娘一生 能有几个五年 今日我来 是想对少少妹妹说 我已决意 回西北渡国残生 此生 此生 你我永别了 车架我已找好 今晚启程 妹妹与霍将军 一定要白头捣牢 否则我在西北 也会不甘的 你 对霍不仪的执念 如今我已经放下了 只是为宣皇后 我还有件事要做 宣皇后病重后 心中始终惦念着霍将军 如今将军可算回来了 皇后现在病情如何了 孙医官说 抑郁太重 心机难返 锦臣兵又加重了 都不能弃神了 都不能弃神了 我明白了 皇后 皇后 是紫禅吗 是我 是我 瘦了 心中挂念都城 不敢懈怠 是挂念都城 还是 挂念少商 有前世 我想和你说 元善间和少商 并未定情 我 我知道 少商心中 依然有你 我也知道 是臣错了 臣已决定 用这一生来输罪 他在年少 最须被人疼爱时 未被亲人关爱 你想爱 你想爱他 就要弥补 他内心的缺憾 不要总让他 去理解你的抉择 有伤有良 才能并肩同行 是 臣以后与少商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绝无半点隐瞒 只可惜 时间太短 我怕 是看不到你们澄清 是海人无能 让你飞行了 我 我只盼着 我只盼着 来世 你们能做我的一生 亲儿女